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新闻 迪丽热巴公郡在安乐传中被评为热门CP 并领跑前一 虽然两人没有接吻的场景 但他们的话学是惊人的 特别是迪丽热巴和杨幂的秋冬风格式亮点 一起关注 以免错过更多细节 最近 在中国网络社区 自该剧上一次播出以来 中国网络社区一直专注于热门电视剧《安离传奇》 粉丝们热情地在荧幕上投票 选出了心爱的情侣 令人惊讶的是 主演搭档安居乐和韩也 甚至没有在荧幕上分享一个吻 但是他们火热的化学反应 将他们推上了人气榜的首位 人们不禁为主人公的卓越外貌特征感到着迷 尤其是他们高挺的鼻子 为他们在荧幕上的存在增添了 强烈的视觉吸引力 尽管缺少传统的浪漫动作 比如亲吻 但这对情侣之间的深厚感情 通过荧幕传达出来 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坚定的情感纽带 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景 激起了人们的情感 其中安居乐和韩也 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里被困 这看似危险的情境转化 为了一个亲密的时刻 展现了他们之间联系的深度 就在这时 韩也敏锐的本性让他揭示了安居乐的真实身份 为他们的关系增添了一层神秘感 故事情节在意外的伤害发生时 发生了温馨的转变 韩也不得不背起受伤的安居乐 这个令人感动的举动与观众产生共鸣 展示了韩也对他的伴侣真正的关心和照顾 安乐川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是龚俊和迪丽热巴所饰演角色之间的温馨关系 尽管没有明确的亲吻场面 但他们的荧幕化学反应充满了甜蜜和真实感 让他们牢牢地占据了粉丝的心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 安居乐最初追求权力的目标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揭示出一个坚定和多维的性格 当在关键时刻支援安宁公主的任务引发分歧时 剧情变得更加紧张 悲剧发生时 因支援延误而导致安宁公主丧命 引发了安居乐和韩也之间的紧张关系 故事的高潮转折让人感到心痛 韩也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紫园皇帝身上 无意中导致安居乐感到被忽视 安居乐的头发变白和韩也失明的视觉 象征寓意深刻地捕捉了他们关系中的情感压力 这起源于在清南城支援安宁公主的任务期间 两人之间发生的关键分歧 导致误会的发生 聚集以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结束 汉也精心培育的长丝花终于绽放 这个感人的时刻有两个角色共同分享 展现了他们在艰难中的希望和解决 然而 粉丝们对于长丝花的重要意义 为何没有在韩也失明时强调感到好奇 错综复杂的情节无疑吸引了观众 让他们沉浸在情感的高潮和低谷之中 主要情侣的有限共同出现时间 特别是在盛大的婚宴住酒环节中 引发了粉丝们对于两人关系深度描绘的讨论 随着剧情的落幕 观众们纷纷对龚俊和迪丽热巴 在安乐川中的角色表现进行反思 他们在剧中的角色引发了各种观点 粉丝们热切地分享着 他们对角色旅程的看法和解读 最终安乐川证明了化学反应 情感和情感错综复杂的 交织是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随着粉丝们继续解读每一个情节 讨论每一个情节转折 剧集的影响力仍然是深远而持久的 迪拉巴迪尔木拉特用优雅照亮秋冬照片 在精致和自信的迷人交融中 备受瞩目的中国女演员迪拉巴 迪丽木拉提再次留下了她的印记 这一次是通过一组令人陶醉的秋冬时尚写真 作为备受认可的演艺界活跃分子 以其多元魅力和深远贡献而广受赞誉 她散发出一种崭新的父权感 与现代女性的精神深刻共鸣 迪拉巴迪丽木拉提 一个与多元和现代魅力并驾齐驱的名字 继续以她独特的个人魅力 俘获无数仰慕者的心 无论是在历史剧场还是在当代角色中 她与生俱来的才华都与她的美丽 坚定的自信和毫不妥协的独立相得一张 迪拉巴最近登上秋冬时尚封面的街市 展现了她鲜少展露的一面一个坚强自信的女性 摆脱了她平日甜美形象的束缚 用坚毅的目光散发决心 她在镜头前后都引人注目 这是她作为女演员和个人能力的名正 迪拉巴最近的写真之所以与众不同 在于她能够无缝地在角色之间转换 展现出她多面性和无与伦比的专业精神 每一个镜头中的姿态和表情都被精准地捕捉 毫不费力地传达情感和深度 这不仅仅是一次写真 更是通过她卓越的多才多艺展现的一次艺术之旅 通过这一非凡的努力 迪拉巴重新确立了她作为开创者和女性父权象征的地位 这组写真象征着现代女性的胜利突破 故有刻板印象拥抱个性的象征 这一序是与时代精神完美契合 从写真摄影棚到封面的迪拉巴的旅程 见证了她的坚韧和独特吸引力 她的旅程成为了一种灵感 提醒我们所有人拥抱独特自我的力量 她的存在和影响超越了娱乐领域 她正在为女性自信 魅力和父权设定标杆 当我们迫切期待着迪拉巴未来的篇章时 我们会想起即将到来的非凡时刻的承诺 随着每一次表演 每一次亮相 她巩固了自己作为一个有前途的人物的地位 激发了粉丝和业界观察员的兴奋之情 毫无疑问 迪拉巴 迪利木拉提的未来充满了绚烂 正等待着全世界的瞩目 杨密的博物馆服装点燃 传统中国时尚的现代复兴 在最近的一次文化之旅中 著名女演员杨密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她参观中国工美博物馆的经历 这次旅行不仅揭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美之处 还为传统中国时尚的显著复兴铺平了道路 杨密前卫的服装选择将传统元素 与现代风格无缝融合 引发了对类似服饰的浓厚兴趣 以独特的现代方式 重新塑造了时尚界的格局 踏入中国工美博物馆的神圣大厅 杨密开始了一段时间的视觉之旅 博物馆精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了中国丰富的历史和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 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展示了历代人的工艺和智慧 为参观者提供了与国家根源的深刻联系 在这个文化珍宝库中 杨密的服装选择传递出深刻的信息 她的穿着将现代风格与传统中国元素完美融合 与博物馆的氛围和谐共鸣 杨密身穿明亮的黄色丝绸锦缎裙 与时尚的黑色中国式衬衫优雅搭配 充分体现了新宇宙的完美融合 她扭曲的发际发型为整个装束 增添了古典的优雅气质 杨密决定分享她博物馆参观的照片 却引发了超出预期的现象 她的服装选择不仅因其审美吸引力而受到赞赏 还激发了一股潮流 对她服装的兴趣激发了类似服饰 销售的显著增长 随着时尚爱好者和引领潮流者 争相效仿她的风格 商店迎来了需求的激增 导致备受追捧的服饰出现 暂时缺货的局面 杨密的服装不仅仅是一种潮流 更是一种表达 她的装束为时尚爱好者提供了 对颜色和款式组合的新视角 打破了传统 鼓励大胆尝试 明亮的黄色与时尚的黑色衬衫的 大胆搭配展示了 看似对立的元素如何无缝融合 为那些渴望重新定义 他们的衣橱的人提供了灵感 杨密参观中国宫美博物馆 超越了文化欣赏的界限 在时尚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她的服装 是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引发了传统中国时尚的 现代复兴热潮 随着时尚达人和热衷者 Embrace这种新的风格灵感 杨密的遗产成为了江文化遗产 重新塑造为现代时代魅力的不朽证明